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北京时间12月13日,据英国媒体Football,London远营Eurosport的消息称,阿森纳中后卫萨利巴在枪手的未来蒙上了阴影,这名法国小将,惊吓结束租借,回归阿森纳后,在主帅巴尔特塔治下,很难获得上场时间。 阿森纳高层决定在明年1月再次将他外租,2019年夏天,萨利巴以2700万英镑转会费,从圣埃蒂安转会至阿森纳,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,当时枪手为了让萨利发有更多上场时间,马上又将他回租给圣埃蒂安。 今年夏天,萨利巴结束租借后,来到阿森纳。然而,本赛季到目前为止,萨利巴在阿森纳一线队,很难获得上场时间。 据报道称,萨利巴是否能胜任英超联赛,还存在着很大的疑问。阿森纳已经允许,让萨利巴在明年1月离开球队。 虽然阿森纳球迷对这位19岁的中后卫充满了兴奋,但他的枪手生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按计划进行。 在本赛季开始之前,萨利巴就和他的队友们一起加入了新赛季备战的行列当中,但随后却被主帅阿尔特塔排除在了英超和欧联杯的大名单之外。 目前萨利巴还没有在阿森纳一线队上演首秀。 根据Eurosport云影俱乐部的消息来源称,如果阿尔特塔还在阿森纳,萨利巴在枪手就没有未来。 报道称,萨利赫巴是由前阿森纳足球主管劳尔·桑连一签下来的球员,但目前的阿森纳高层认为这名法国小将还没有准备好参加英超联赛。 本周早些时候,在与温布尔登的U21青年队比赛中,萨利巴获得上场机会,但是他却在比赛中领到红牌,这更加凸显了他在阿森纳生涯的噩梦。 萨利巴本周在俱乐部的网络视频频道上承认,他不觉得自己像一名阿森纳球员,他没有给俱乐部留下好印象,这意味着阿森纳愿意在即将到来的1月转会窗口外租这名法国小将。 现在阿森纳的中后卫位位置上,有很多不确定因素,路易斯、穆斯塔菲和帕帕斯塔索普洛斯,都将在明年夏天合同到期。 萨利巴之前被认为是球队未来的一员,但是他在阿森纳生涯的失败,意味着枪手可能不得不再次进入转会市场寻找中后卫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